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的研究员蔡佳生 今天要来带你认识一个数位文盲 怎么样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应用地理资讯系统技术 抓出所有违章工厂 让政府听话的故事 本课程将分成以下段落 我们会先简介农地违章工厂为什么会出现 政府打算怎么处理它们 这跟地理资讯系统有什么关系 要建置一个人人可用的类地理资讯系统 又需要哪些专业 最后的最后我们是要告诉你 学会工具之后再带着一个想解决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成为改变社会的一个支点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本集影片由地球公民基金会 G0V 台湾临时政府 This Factory 共同赞助人力播出 高山 海洋 森林 城市 乡村 台湾36,193平方公里的陆地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都能够亲自走过 但多亏了地理资讯系统的普及 让我们这样一般的民众都能以空中俯瞰的角度 看见台湾的美丽 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哀愁 讲到农村 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景象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A? B? C? 还是D呢? 实际上 这个才是台湾西部大部分农田的景象 尤其 新北 桃园 台中 彰化 高雄 台南 大量的农田都呈现这种样貌 根据农委会调查 2017年为止 全台湾68万公顷的农牧用地上 有13万间疑似农地工厂的存在 农地上有工厂 听起来有点母汤 但有多母汤 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说 违章工厂的存在 就像是有人在你的卧室 放了一个瓦斯炉 瓦斯炉就该放在厨房 因为厨房会有抽油烟机 可以把油烟吸走 会临近你家的饭厅 这样端菜才不会一直在走道上撞到人 会临近窗台 可以把瓦斯接在屋外 也会有烟雾侦测警报 来降低火灾风险 最重要的是 它不会让你边读书 还边吸油烟 同样的道理 工厂应该放在工业区 有集中污水处理厂 有大马路 也会有消防检查 确保意外的损失 在可控制范围内 农地上的违章工厂 完全是相反的存在 根本就没人知道 它在那边做什么 更不用提任何管制法规 可以管到它 近年环保和食安意识抬头 违章工厂的许多问题 逐渐被揭露 像是某些产业 就因为乱排废水 导致水增下游农田 几乎都被检测出重金属残留 另外 2019年 有两位消防员 在无人的违章工厂内打火 结果 却遇到铁皮塌陷 而命丧火场 终于在十年前 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开始处理 那政府打算怎么做呢 他们修了工厂管理辅导法 一个专门管理工厂的法令 该法明确地写着 各县市政府应该把 2016年5月20日之后新增的工厂 断水断电及拆除 剩下的则应该在20年内 提升到合法工厂的标准 不然也是拆除 然后 违章工厂问题就解决了 好棒 好吧 面对现实 这些工厂理论上都是黑数 是政府掌握不到资料的对象 政府也不可能派人24小时 监控所有的农地 那该怎么办 答案是只能靠着社区守望相助 看到新增就举报 但要怎么让人大量举报呢 用故宫表单吗 各地政府一直以来 都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来收集回报 泄露澄清个资 给被检举厂商的事迹也实有所闻 我们作为公民团体 也很快意识到 我们能给的 检举民众并不想要 像是刚刚说的Google表单 所以 我们去了G0V 做为一个环保团体 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只是在做环保而已 但其实台湾非常多的土地破坏 是来自于就是错误的地方 做了错误的事情 因此我们就很关注违章工厂的就是发生 就是如何举报是还蛮多 其实刚去G0V的时候 身为城市麻瓜的我们非常没有自信 连许愿都生怕会许错愿望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过程 离清我们的需求 是要开发一个APP 还是一个网页 使用者会使用手机 还是电脑 要显示地图的话 要用哪边的资料 我们需要什么专长的人才 骑程怎么定才不会太仓促 我们很像一个只会听歌唱歌 但是连一首歌都怎么写的都不知道 就要去找人组乐团的主唱 更惨的是 我们甚至连乐团有分哪些角色 到底是需要吉他手 还是大提琴手都不知道的超级新人 但是我们最终开发了一个 违章回报系统的网页 启用至今已经有622个新增的位置 2128张照片 成功检举了347间工厂 前前后后有50位参与者帮忙开发 每周小聚大概维持5到10人的规模 我们怎么做到的 其实仰赖的是G0V相当开放成熟的协作文化 还有我们让人直接从地图找检举的地方 首先我们在前期就遇到对地理资讯系统很有概念的架构师 也遇到很有条理的设计师 帮助我们厘清思绪 设计师帮我们检视每个需求合不合理 必不必要 从使用者的角度帮我们设想 架构师则是帮我们看这个功能做不做得出来 要花多久时间 帮我们从可行性的角度想出更简洁的解法 我们过往接到陈勤民众的电话 通常最难沟通的 就是那间困扰他的违章工厂到底在哪里 违章工厂常常坐在稻田中央 有时候连路名都没有 要对方报经纬度 还要先教会对方怎么找到这串数字 再来 那块地到底是不是农牧用地 这也很难知道 常常花了半小时理解案情 才发现那是盖在合法用地上的工厂 架构师和设计师因此帮我们想到 他就用地图 然后直接只开放农地 让大家上传照片就行了 说来简单 但如果只有我们环保团体根本不可能做到 因为政府 虽然让大家可以在网路上浏览地图 却没有开放下载原始资料 不过G0B的工程师还是只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帮我们把农地的地图资料 从政府手上下载下来 再来就是设计网页架构了 这是一张2019年8月时设计师帮我们理清的架构 我们的网站需要一个前台和一个后台 前台是一个公民众上传照片的地图系统 后台则是让地球公民整理这些照片 并快速变成检举公文的管理系统 确定架构之后 就需要使用者经验设计师 考虑所有使用者的烦恼 做出让使用者不会用到一半 就怒关网页的流程和版面设计 举例来说 为了因应站在户外试用手机的情境 设计师就必须加大按钮和调整配色的对比度 把地图和所有按钮做出来的 则是前端工程师 他们的工作就是做出所有你们看到的画面 除了一一制作设计师开好的需求 也要会应用云端地图服务 让地图在网页上跑得顺畅 如果说你看到的网站是水龙头流出水 后端工程师的工作就是架好后面的水管 水塔 确保水不会突然没有 一瞬间有一万个水龙头打开也都还有水 他们不只让网站上线 也负责处理网站的资料储存 让系统收回来的资料可以有结构化的后续利用 同时我们还需要产品经理这个专业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专业的人之间常常有沟通障碍 产品经理这个角色必须熟知上面所有角色的专长 能够用技术语言对话 而且清楚开发流程 是让不同的齿轮顺畅运转的润滑技般的存在 而没有人宣传这个专案就没有用 我们和一些贡献者因此在行销上下不少功夫 从线上讲座、每月发行报表 到图法炼钢式的到违章工厂附近贴传单 我们都尝试过 过年期间也做了一个入口网页 尝试让大家看到系统累积的回报数字时 感觉和自己更有连结 比如说自己的家乡有多少间违章工厂 又已经被拆除多少 像我现在就查我的家乡风源给你看 好奇第一名是哪个乡镇 记得看到影片最后面哦 经过9个月一周一次的小聚 农地违章工厂回报系统 在2020年3月20日正式上路 我们一年间拿着这些 靠着网页收集而来的资料 不断开记者会 让议题进入媒体版面 拜访民意代表 也拜访政府公务员 要求他们正视这个现象 并拿出具体措施改善 这些行动在今年逐渐产生效应 过去面对违章工厂百般推脱的政府 先是经济部开始愿意公开各地违章工厂处理的进度 内政部也含令各县市必须把断水断电加进拆发手段 各县市也都慢慢增加经济发展单位的人力配置 加速差处速度 改变正在发生 而它是因为有G0B贡献者的工具协力 民众热心的回报 还有倡议团体的坚持 或许你们都还不是承受的魔法师 但不管你将来专精的是GIS 设计 写code 还是研究法规 政策 写文章 或许都可以开始问自己 用这样的能力 我 会想开启或参与什么样的计划呢 别走开 后面还有作业解析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作业讲解时间 今天要请各位同学帮我做的作业非常的简单 我们要请各位找出一间特定的违章工厂 它可以是离你家最近 或者是离你现在的距离最近的一间工厂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 可以找到它before跟after的照片 before指的是它在建场之前 after是指它建场之后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找到呢 必须要透过提供 不同时间点的空拍图图资的来源 去做去找到 这些资料 那现在最方便各位禁用的应该是Google Earth 因为它有提供不同时间点的空拍图 那第二个你需要知道 这些点现在在哪里 那我们这边就是Disfactory 目前有收集到和下载下来的资料 所以现在你必须去准备 第一个Google Earth这个软体 第二个是我们准备给你的点位的CSV档 还没下载的同学现在可以暂停去下载 那下载好Google Earth打开之后呢 你会在这个台湾的上空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匯入 我们目前所知的违章工厂点位 那跟你们所使用的Google Map有点像 你必须要告诉Google Earth 现在你要它列出的点它目前在哪里 那请大家进入档案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开启 你也可以按Ctrl O或Command O 进到这里来 那就点选我们准备好给你的这个点位档 CSV档 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栏位让你去勾选 那大家请先注意这个预览画面这边 它可以看到我们汇入的这个CSV档 它大致的样貌是长的长怎样 它所有的栏位和列到底有几列等等 那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按下一步 在下一步它这边是要你告诉它 你所要汇入的每一个点位 它的位置可以从哪些栏位得知 Google Earth提供两种方式 一个是街道地址 第二个则是经纬度 那纬度这边 我们观察一下表格 就可以在这边找到有 一个24点多的这些数字 每一列都有这个数字 那它很明显就是纬度 纬度的英文是Latitude 所以它的缩写刚好是这个Lat 那我们就在这边选择Lat 精度则是这个120点多的数字 那就可以选择这个LNG 选完之后继续点按下一步 那这边是其他的栏位到时候 要显示在这些点位上的时候 Google Earth也想要知道 它有没有特定的一些资料格式 这边的地方可以直接按结束 它会询问要不要套用样式范本 到我们现在汇入的资料 也就是你到时候进去的每个点位 有没有特别想要标注什么样的颜色 那可以选择建立新范本 那名称你想要用每一列的哪一栏 来作为它的名称 这边我会选择用Town Name 这个是它的地段名称 比较可以明确看出一些些差异 然后又简短 比较不会有太多重复的情况 那这边就按一下确定 出称范本就出称 那它就会拉近到你所输入的这些点位的范围 那目前地图上什么都没有呈现 因为你需要到旁边的位置的地方 去勾选你刚才汇入的资料 这样它才会显示出来 所以我把这个刚才汇入的这个档名 你这边打勾 那它就显示了这些地名出来 Google Earth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是视角上的斜切 就是你可以有点水平平视这块土地 你也可以垂直由上往下看 那可以调的是在右上角的这个地方 这个眼睛的这边上下左右 如果你按下就是有点 你有点想像你在台湾的上空 然后你垂直往下看 跟你可能往上抬一点视线 对那你按下的话一直按下下下下到底 你就会进入完全垂直的视角 好 这样子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垂直俯视的视角 好 那接下来第一个步骤 我们希望大家先找到 离自己最近的一间工厂 或者是离自己家最近的一间工厂 Google Earth有提供像Google Map一样的地址搜寻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左上角的这个搜寻列 打上你家的地址 不需要到非常的细 只要到像大概就可以了 好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Google Map并没有提供说我可以计算出什么点 我所汇入的点哪一个点离我最近的这个功能 你只能用目测的方法去看出什么点离你最近 好那我目测可能 朝阳段附近这边的附近的工厂是离我家最近 那我这次想选择比如说连春段的这间工厂 看起来比较新哦 那我需要知道它的经纬度 好找到这间工厂之后呢 我们来看它不同时间点的时候长什么样子 那在Google Earth最上面这个工具列有一个类似时间的一个图示 好点下去之后 会在这边出现一个时间的滑感 那你可以按这边的左或者是直接拉动这个轴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时间不同月份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的从空拍图上看到的样貌 好那这间工厂很显然它是 哦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这块土地还是一个平地 那到2012渐渐在整地 到了2012年10月它才盖起来 算是一间蛮新但是不是法律上新增的工厂 那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不同时间点的截图 大概告诉this factory上面的使用者说 这间工厂大概是什么时候新增出来的 然后去上传这些照片 好那我们先做截图这个动作 我尽量把它跟时间放在一起 然后如果你是Mac的使用者 你现在可以按command shift加4 去做截图 大概不用截的太大 就是附近的一个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前后就是有前有后 所以一个是还没建成一个是建成之后 如果你看到的工厂它始终就是都是建筑物的话 请帮我截它最新的一张图 就一张图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现在我截两张 好那现在我们要把它上传到this factory上面 this factory 的地点搜寻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研究它一下 好请大家先到浏览器 然后并且进入this factory.tw 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点选定位到你的位置 那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需要知道 这一张照片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间连村站的工厂 它要去哪一边上传它的照片呢 好 那在this factory 里面搜寻的功能 是在我想新增违章工厂 里面的左上角这个 显示晶纬度 显示晶纬度 这边有个搜寻晶纬度的方法 那搜寻晶纬度 你必须告诉它 晶度和纬度各是多少 好 那刚才在Google Earth 里面 要怎么样看到这个点的晶纬度呢 有一个方法是你直接看 画面的右下角 当你游标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Google Earth 底下 也就是大概是这个地方 会显示这个23度 然后它是用度分秒的方式来显示 但是我们再回到this factory 所以看它需要的其实是比较纯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纯的数字 什么方式比较快找到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这个你想要搜寻的点 上面点右键 并且点选 从这里出发的路线指示 它会出现在左上角的这个搜寻的这边 好 那我们就把这边的晶纬度复制起来 并且放上this factory的栏位 填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它带你到了一个位置上面 因为这些点 其实就是从this factory上面下载下来的 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 已经既有存在在那边的点位 好 那因为我们是要补充资料 所以要把这个新增给按掉 那我们有点不确定到底 它我们所找到的 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左上角 这个显示设定这边 选择卫星地图 那可以看到 这间就是我们刚才 在Google Earth上面 所看到的位置 好 那就直接点选这个位置 然后按补充照片 再来把刚才截图下来的照片 上传上来 这边就会有明确的before跟after 然后让人知道这是一件 20125月到10月之间所新增的工厂 它并不是新增 但是政府也有辅导它的一个义务的存在 好 然后不需要填联络的人或联络方式 直接可以新增照片 如果你想要特别让我们联络你的话 你也可以留下这个联络资讯没有问题 好 那就会发现 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作业 你接下来只要把你上传图片 这整个 整个画面截图下来 并且放到HackMD上面 然后就算完成了这个作业 好 非常感谢帮助 大家帮助台湾的这个农地治理 再往前进一步 就是 让更多人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再继续新增工厂的话 绝对是对台湾的土地资源的一大伤害 那 大家算是完成了GIS的这个课程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Office Hour再见吧